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早上 中正1000指数更是直接开低走低 这样一来的话 大盘在跌破3000点之后 做强势修复的可能就基本不存在了 另一方面 现在很多人会关心 上正指数会不会跌破前低2923点 我们认为 既然大盘现在做强势修复的可能基本不存在了 那大盘是否见底这个问题 就需要把注意力放在目前最弱的上正50身上 我们估计 上正50的低点应该在2249点附近 上午上正50最低是达到了2259点 这个动作是否意味着 上正50已经提前完成探底动作 这个暂时还不确定 下午还要再看看 另外 在留意上正50的同时 我们也需要留意一下 星期五晚上 美国经济数据公布后 美元是否会重新汇到104下方 如果美元重新跌破104的话 那么 这会提升外资的风险偏好 从而有利于带动护身指数和香港恒生指数 尽快触底反弹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具体情况 我们今晚再聊 谢谢